去吧 妈 豆豆 你怎么这么早过来 你说大快人心呗 什么是大快人心啊 你猜得不到 我原来以为姚静混得挺好的 马上不是那么回事 公司垮了 我听说找你男朋友了 不是我男朋友 是前男朋友 前男朋友吧 但是你没管他 你辞职的不看了是不是 真搞意思 太争气了 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主要因为这个 还是因为 我觉得姚静阿姨那个公司 可能不太适合我 呸 你说那都什么东西 他这儿呢 这是他找你 找着媳妇 怎么不要脸的他 总而言之 妈来表扬你来了 我们豆豆好啊 争气 没白疼 就行了 快点快前面 我这憋死了 豆豆 谢谢你 谢谢你 豆豆 谢谢你 拿着拿着 就给你买了什么 太快了 多亏人那事成了 我公司得拿到那个项目了 我知道没有你啊 这事肯定成不了 但是我知道 李柔球绝对绝对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给我公司这个机会的 所以呀 豆豆 我要好好地谢谢你 拿着拿着 拿着拿着 你开手不得大胆上 也要跟我公司做呢 豆豆我给你提偿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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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然定点 我定点 太 太真 真好严肃的 这是怎么办 羽本 我跟你说 你快回来吧 啊 两个妈都在咱家呢 这两个婆婆开始吵起来了 我没有 我没有 这就谁买的 什么已经吵起来了 我 我 我可弄不了他们 我 再怕 再怕 我不想走 我怎么能回走 他们还不打起来 你快回来吧 快回快求你了 哎 你有二种 我怎么缺货了 我怎么缺责了 你自己缺什么缺货 我不跟一般见识 我因为我是胜利者 我说听见没有 太不要脸了 不要脸了 你才说这话呢 我们家余味跟豆豆平常说你 什么你都不知道 你填上盘子 你想巧合就巧合 我跟豆豆好着呢 不是说你想巧合就能巧合的 人家背后说你啊 人家背后说你什么了 说你什么 我不告诉你 不告诉那你就胡说八道 感觉没说好话 好那你把豆豆叫出来 豆豆你出来 豆豆出来 豆豆出来 去教训 去教训 你家说了我就不姓姚 过来 豆豆 豆豆 停这停这 豆豆 你跟他说 分情敌我听见没有 豆豆你说 你不至于看不起我吧 我没有 你怎么 你说实话 你干嘛呢 豆豆 我对你怎么样 你实话实说 你点什么头 是怎么回事吗 他都利用你了 你说实话 豆豆 我是不是没利用你 是不是你心甘情愿的 我没 你害什么怕呀你 对 他师父对你不好 师父我对你好 我还送你私心了呢 我们俩关心是不是好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点豆豆 豆豆 你说什么 你说他是不是特刁蛮 大快人心事 服了吧 服了 灾了吧 灾了 想利用我儿媳妇 这门他没有 反正妈就是 过去就过去 咱也就别提这事了 行吗 是啊 今儿一点风度没有了 一点风度 能破马张飞的 对对对 妈 感情也这样 对 就是结果以您胜利而告终 就行了吧 是 你让我这么说说 我不是宣泄宣泄 心里才痛快吗 对对 那行了 这也痛快了 咱就过去了 行吗 妈 啊 没费了 又什么事啊 不是 我就问问你 就是李若秋跟毛豆豆 现在就是彻底算没事了 那那也没事 真的 那也没事吧 没事 那人也不是东西 弄点破美元英镑 在这晃悠 哪个女的不动心呢 不是妈 有钱怎么了 你儿子我差吗 那是 豆豆 现在 基本上对我比较服帖了 李若秋 我好好 我收拾他一把 你问他 他现在还敢到我这来吗 我接他一百个打 那就行了 我跟你说 余蔚 你得相信自己 我觉得你吧 有女人缘 这点像你爸 但是妈 我不花 就这点我像您 就我比较专一 就您看我吧 我身上我这基因 集合了您跟我爸的优点 是不是 还行 但我觉得我更多就是像您 您比如说就是 咱这知恩图报 人要对咱好一分 咱对谁好十分 就这点我都特像您 是不是吗 你傻呗 不是 我觉得我挺精的 不是 但是有一点 你对豆豆你得好 孩子不错 因为我人家工作都丢了 你还怎么着 那是 你要抓紧时间 赶紧跟他生孩子 一生孩子 这女人 这心就全在家里 到了 那你发现 明白 收到 完全明白